我决定不去取权 因为我只是一个代表 我会一直回到我的民族 我的区域是持维典的国家 所以我相信台湾也在尊重 那种价值和我们的基础 苏达尼说2019年6月 他接到中共提出要求 愿会诺他换取索罗门与台湾断交 但被他拒绝 他说索罗门政府在 美汉全国人民沟通的情况下就改变了 苏达尼之前曾宣布 9月将举行公投 决定马来塔省是否独立 以抗衡新总理的亲共政策 另外台湾友邦史瓦蒂尼和海地 在6、7月接连发生示威动乱 与总统暗杀等重大事件 据称史瓦蒂尼当地暴动已降温 正在调查军警滥权 和动乱破坏的内情 台湾驻史瓦蒂尼大使梁洪生 上周前往暴动影响最严重的区域 赠送米粮和物资 而海地第一夫人47岁的马亭 身受重伤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住院10天接受治疗 海地官员表示 马亭以反抵国门 准备参加23号的国丧仪式 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 台湾将结合理念相近国家 协助当地人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新台湾电视整理报导